夜晚,月色如水一样 今夜的夜晚,微风拂面,十分凉爽 微风吹动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 此时在大厦皇宫的某个宫殿里面 宫女们正在抓紧时间给某个女子打扮 今夜皇帝要来这里 所以,他们得抓紧时间将要事情的人打扮得更加漂亮 过了不知道多久 外面传来了一个丫鬟的声音,陛下道 听到这个声音后,房间里面的宫女动作迅速加快 不一会儿,宫殿的房间门就打开了 身穿黑金龙袍的路程 进入了房间 此时,身穿红色衣裙,头上戴着一根红绳 额头吊着头饰的轩原云起 立刻从梳妆镜面前起身 她迅速来到了路程的面前 带着整个宫殿的宫女朝着路程行礼 拜见陛下 路程几步走到了路程的面前 然后扶着轩原云起的乡间 亲自将她扶了起来,都起来吧 轩原云起随即缓缓起身 等轩原云起起身后 路程认真地打亮了一眼今晚的轩原云起 轩原云起身穿的红色衣裙和她非常的大 腰上的一条金丝红腰带 将她的凹凸有致的柳腰和臀儿完全体现了出来 最重要的还是轩原云起的秀发 依旧是一个丹马尾 头发扎起来后 露出了洁白的脖梗 她整个人看起来仍旧阴姿煞爽 眉宇之间散发着阴气 她和白青青非常相似 但是白青青是一个冷美人 而轩原云起脸上还带有一抹羞红 她没有白青青身上那股冰冷的气质 她给人一种十分活泼 阳光充满朝气的感觉 轩原云起注视着陆臣的眼睛说道 陛下今晚切身伺候您 听到这话 陆臣随即逗她说道 伺候 我今晚来是想听你说 你觉得谁适合做禁卫军统领的 你不会还没有想好吧 若是没有想好 就让我今晚来你这里 可是弃君之罪哦 陆臣这番话 顿时让轩原云起感觉身上压力倍增 她其实也想好了一个 做禁卫军统领的人 但是她今天的目的 可不适合陆臣说 谁适合做禁卫军统领 就算和皇帝说了谁适合 皇帝要是没有点头 她也没有办法随着大军南下 更加没有办法担任主帅 所以 她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伺候好皇帝 皇帝开心了 也许自己的机会就来了 陛下 臣妾 轩原云起话还没有说完 陆臣就扑呲一声笑了出来 陆臣抬起手 一把将轩原云起的柳妖 揽入自己的怀中 然后搂着她的香区 缓慢地朝着软踏走去 一边走陆臣一边 在轩原云起的耳边说道 既然是你邀请我来的 那咱们今晚就不说那些事情了 我们还是聊聊正事吧 被陆臣这么搂着 轩原云起瞬间感觉全身发烫 身体就好像 是火烧起来了一样 陆臣没走几步 便搂着轩原云起 来到了软踏边上 随后 陆臣又轻轻 将轩原云起的身体推下去 她双手撑在 轩原云起的秀发两侧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那张 阴气美丽的御荣 被陆臣这么直视着 轩原云起感觉整个人的意识 都开始模糊了 陆臣身上似乎散发着一种 特殊的威压 让轩原云起心脏 扑通扑通地狂跳不止 这时候 一股特殊的味道 进入轩原云起的穷鼻 这股味道很特别 让她变得更加的躁动 轩原云起此时突然想到了什么 随即说道 陛下 让臣妾伺候陛下吧 这次是她主动 自然应该让她伺候皇帝 怎么能够让皇帝主动呢 她也是学习过男女之事的 知道该怎么做 伺候陆臣 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听到轩原云起的话后 陆臣微微一笑 随后说道 那好吧 那就交给你了 话音落下 陆臣脱掉鞋子 随后躺在了轩原云起的软榻上 这时候 轩原云起从软榻起身 主动放下了软榻的帘子 紧接着 轩原云起开始给陆臣宽衣解带 就在轩原云起抬起御手的时候 陆臣一把抓住了轩原云起的手腕 随后陆臣看了一下轩原云起的手 轩原云起的手比较粗糙 毕竟她是一个经常持剑的人 手上的老茧有非常多 虽然轩原云起为了伺候陆臣 用热水泡了很久 并且也涂抹了一些药物 但是毕竟是成年老茧 没有那么容易就被去掉的 见陆臣一直盯着自己手上的老茧 轩原云起似乎明白了什么 立刻道歉说道 陛下 是臣妾的错 陈妾的手太过于粗糙了 没办法伺候好您 轩原云起话还没有说完 陆臣就打断说道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你不用道歉 说到这里 陆臣随即使用回春手 治疗了一下轩原云起的手 很快 轩原云起的手 就变得无比的光滑细嫩 手上的老茧 也好像全部消失了一样 虽然老茧消失了 但是轩原云起的手 其实还是和以前一样的 卧剑并不会有什么不适 只不过她手上的皮肤 变得更加软淡和有韧性了 见自己的手大变了一个样子 轩原云起立刻道歉说道 谢陛下 陆臣微微一笑 随后又倒了下去 躺在床上说道 好了 云起你要做什么就继续吧 听到这话 轩原云起的玉蓉 瞬间变得通红 随即她继续给陆臣宽衣解代 陆臣几乎没有怎么动 在这种情况下 轩原云起给陆臣宽衣解代 都花费了很多的时间 过了不知道多久 两人才坦诚相待 轩原云起 开始运用自己学过的一些知识 来伺候陆臣 陆臣看着正在努力 伺候自己的轩原云起 心里想到 不愧是经常骑马的姑娘 双腿真的很有力 和萧文瑶差不多 本来是轩原云起伺候陆臣 但是没过多久 轩原云起整个人就吃不消了 她整个人趴下来 趴在了陆臣的怀中 轩原云起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后 有气无力地道歉说道 陛下 是臣妾的错 没能够让陛下尽兴 陆臣抬起手 轻轻抚摸着轩原云起的预备 一边抚摸一边说道 你已经做得很好 说到这里 陆臣直接开口问道 你真的想带兵打仗 面对这个问题 轩原云起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想 陆臣说道 你哥哥应该和你说过 我是不想看到你受伤的 轩原云起陷入了沉默 他也知道 陆臣非常关心自己 但是他从小的梦想 就是驰骋杀场 做一个大将军 见轩原云起沉默了 陆臣继续说道 我以前就和你说过 会给你这个机会 既然你已经等不及了 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这次南下 我给你十万士兵 听到这话 轩原云起瞬间兴奋了起来 身上的肌肉也瞬间绷紧了 谢陛下 感受到轩原云起的身体反应 陆臣微微一笑 随即在他耳边说道 我的轩原大将军 你的战斗结束了 但是我的战斗还没有开始 听到这话 轩原云起心里一紧 随即说道 臣妾任由陛下驰骋 大前王朝的情况比较复杂 为了能够早点结束 和大前王朝的这一战 陆臣打算再次清征 不过这一次不同于大约那次 这一次不少大臣都反对陆臣清征 又一次的大朝会上 不少大臣都站出来 劝劲陆臣不要清征 此时此刻 义政殿 陵高远站在大殿的中间 劝劲说道 陛下 大前王朝瘟疫还在肆虐 陛下万万不可以身犯险呀 此时大殿中间不只是陵高远 陵高远的身后 还有不少的大臣 他们都觉得陆臣没有必要清征 陵高远来了雁城后 几乎没有反对过陆臣的政策和决定 但是这一次 陵高远是真的觉得陆臣有些太过于冒险了 瘟疫防不胜防 谁也说不准陆臣去了大前后 去了一线战场后 会不会感染瘟疫 万一陆臣出了什么事怎么办 这个世界的大一统即将完成 陆臣现在可不能够有任何事情 最重要的是 陆臣接下来还打算消灭 几大王朝境内的所有宗门势力 若是陆臣出了什么事情 就没有人能够镇得住那些宗门势力 那些宗门势力要是带头造反 到时候 好不容易要统一的世界 就会再次分崩离析 陆臣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并不是带头清征 而是坐镇厌经 镇住所有有着小心思的人 陆臣扫了一眼大殿中间 那些劝谨的官员没有说话 这时候 又有一个官员站出来说道 陛下 您当初清征大悦 主要是因为大悦有能够抵挡天人的战争 您不放心 而今的大前王朝 只是一个普通王朝 并没有战争 攻打大前王朝这种小事情 只需要交给另外两位天人 就能够完成 怎么能够劳烦您再次出手 听到大臣们的劝谨 陆臣依旧不为所动 他再次扫视了一眼大殿之中的大臣们 见陆臣不为所动 于是越来越多的大臣站出来 劝见陆臣不要轻征 此时有很多大臣的目光都落到了诸葛崇光身上 诸葛崇光是大学士和皇帝的关系最好 若是诸葛崇光能够站出来劝谨陆臣的话 说不定陆臣会考虑一下清征可能带来的问题 不过 众人见诸葛崇光坐在位置上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他似乎根本没有打算劝陆臣 过了一会儿后 陆臣见已经差不多没有大臣劝见自己了 这才开口说道 诸位爱卿的心意 诸位爱卿恐怕已经忘了蛮族的神女 根据证得到的情报 蛮族的神女已经到达了大前王朝 原本大约的战争就是蛮族的神女带来的 诸位想想看 若是蛮族的神女又和大前王朝合作 大前王朝的军队会不会也会使用战争 如果只派两个天人前往大前王朝 万一这两位天人被战争所牵制 那大侠军队就会陷入被动 就算没有战争 以那个蛮族神女的实力 恐怕同时对付两个天人也不是没有可能 听到陆臣的这番话 大殿之中顿时变得无比的安静 有很多大臣并不知道蛮族神女已经前往大前的事 所以他们刚才才劝见陆臣没有必要亲自跑一趟 但是线下陆臣说出了最新的情报 他们心中就开始动摇了 如果那个蛮族神女真的前往了大前 那大前军队确实有可能已经会使用战争了 而且那个蛮族神女的实力也不弱 要对付蛮族神女 或许还真得需要他们陛下亲自出手才行 比起天人 现在陆臣才是公认的大下实力最强的人 尤其是和大跃的那一战 让大下的士兵见识了陆臣真正的实力 满朝文武现在都觉得 陆臣的实力已经远超过天人 哪怕陆臣不是天人 也拥有能够杀死天人的实力 陆臣说道 好了 清征仪式就这么定了 至于大前瘟疫仪式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朕已经有了能够解决瘟疫的办法 此话一出 大殿中的大臣们瞬间躁动起来 这次攻打大前 最大的问题就是 大前的瘟疫还在肆虐 大下士兵不敢轻易进入大前 一旦瘟疫传染给了大下士兵 很可能导致大下军队权限溃败 现在下皇居然说有 能够解决瘟疫的办法 若是他说的办法真的有用 那进入大前最大的难题就解决了 不过话说回来 上次大朝会的时候 他们陛下还在让人商议 应该怎么解决瘟疫的问题 怎么突然之间 他们陛下就有解决之法了 这时候 林高远问道 陛下 陈斗胆问一句 陛下手上的方法 真的能够消除瘟疫的影响吗 陆臣回答道 林爱卿不必担忧 既然正说了有办法 那必然能够完全消除瘟疫 听到陆臣如此肯定的回答后 仲臣心里也就放心了 人们知道陆臣的性格 陆臣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不会说这么肯定的话 看来他们陛下 是真的找到了瘟疫的解决之法 既然如此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随后大臣们 各自退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就这样 陆臣清征一事 就这么决定下来 大朝会结束之后 夏皇要清征的消息 瞬间就传遍了整个宴城 人们听说 陆臣又要清征 一开始 那些人和大臣们的态度一样 认为他们陛下 已经没有必要清征 大前王朝 已经没有什么危险 不过随着东方时报和官报上面 关于蛮族神女的文章发布之后 老百姓也很快转变了态度 认为陆臣是一个负责的皇帝 那里有危险的地方 他就去那里 不像过去那些皇帝 只知道待在京城 让老百姓的孩子去送死 就这样 陆臣无形之中 再次刷了一波老百姓的好感度 傍晚时分 无福 一个男人坐在院子中 一个人孤独地喝着酒 夕阳照下来 将他的影子照得长长的 就在这时候 一阵微风吹来 没多久 一个黑影出现在五明的身后 感受到自己身后出现的黑影后 五明并没有立刻回头 他很显然早就知道了 这个人会来 五明开口说道 你的胆子真不小 居然敢在锦衣卫的监视下 跑来无辅 你就不怕被锦衣卫抓住 听到这话 那个黑影不以为然地说道 如今 夏皇准备对各大王朝 境内的宗门势力出手 现在燕城很不安稳 厉害一点的锦衣卫 都调到别处去了 就外面那些人 怎么可能发现我的存在 听到身后黑影的话后 五明哼笑了一声 随后说道 陆臣还真是够膨胀的 居然敢对各大王朝的宗门势力出手 五明背后的黑影说道 他想要真正一统天下 就不可能允许 宗门这种国中之国继续存在 况且各大王朝的余孽 都藏在了那些宗门之中 若是那些宗门不灭 那些势力迟早会对陆臣的统治 造成巨大威胁 听到黑影的话后 五明放下手中的酒杯 然后微微扭头 看着身后的黑影说道 你们确定这次的计划 百分之百成功 黑影说道 殿下放心 这次有十几个大宗门联手 而且 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天人存在 一旦等陆臣南下清征 我们就立刻行动 燕城必然落入我们的手中 等陆臣回来之时 大夏就不是大夏了 而是大武 听到这话 五明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等五明大笑过后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随即说道 这件事不要告诉五鹤 五鹤是大武的大皇子 若是这件事 五鹤也参与了 一旦他们的计划成功 那以五鹤大皇子的身份 恐怕就是五鹤做五皇了 五明可不想让自己的成果 被五鹤摘去 虽然他们 都有五皇留下来的印记 但是这不代表 他们就会联手复国 黑影说道 请殿下放心 这件事 我们提都没有 和他提过 听到黑影的回答 五明这才放心下来 他这时候扭头 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端着杯子 摇晃起手中的酒来 摇晃了片刻之后 五明轻轻抿了一口杯中酒 随后说道 我相信 到时候 陆臣回来 看到他妻妻儿女的尸体 脸上的表情 一定十分精彩 一想到陆臣 那副绝望的表情 五明内心就感到 无比的畅快 晚上 陆臣正在御书房 忙碌着处理公文 这时候 白轻轻的声音传来 陛下 五贵妃派人来信 请您今晚去他那里 听到这话 陆臣微微一笑 五明晚自从怀孕一来 从来没有邀请自己 去他那里 毕竟他现在 没有办法伺候他 当然 如果五明晚非要伺候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陆臣 很少折腾自己的女人 他也就过去 在王清慈怀孕的时候 折腾过王清慈 陆臣是一个 比较传统的人 只喜欢走正道 五云晚邀请自己 今晚去他的宫殿 大概率是 李清柔有事情找自己 现在 李清柔和五云晚 每晚都搂在一起睡觉 陆臣心里有些好奇 李清柔这个时候 找自己做什么 陆臣想了一下 后对门口的白轻轻说道 好 我今晚去他那里 让李贵妃他们 好好准备一下 话音落下 陆臣继续处理公文 这时候 陆臣发现了不少 锦衣未提交上来的 关于大前瘟疫的情报 看到这上面的内容 陆臣陷入了沉思 过了不知道多久 陆臣放下手上的情报 然后打开了系统界面 查看了一下 他和轩辕云起感情交流的时候 获得的东西 驱魔帆 递接灵气 踏配藏魔爵 对魔修以及天魔 有着巨大的杀伤力 和轩辕云起感情交流的时候 就这么一个东西 陆臣都感觉 系统是不是变得有些太口疯了 以前系统说过 妻妾越多 孩子越多 奖励就越多 但是 无论是李轻柔 还是轩辕云起身上 都没有爆出强大的势力 在李轻柔那里 也只是获得了一块奇怪的石头 叫什么轮回石 甚至连用途 都没有和陆臣说过 陆臣这时候 在心里问系统 系统 这两次的奖励 怎么都这么少 宿主所获得的奖励价值 远超两个顶级势力 请宿主好好使用这两件宝物 看到系统的回答 陆臣喝笑了一声 远超两个顶级势力 忽悠人呢 也许是察觉到了陆臣的想法 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 大前王朝 境内有天魔肆虐 驱魔藩能够帮助宿主 驱散天魔 天魔是域外生物 若是没有驱魔藩 以宿主现在的实力 无法与之抗衡 这 陆臣愣了一下 不过他很快就回过神来 他在获得藏魔诀 这个功法的时候 以为系统 是想让他使用藏魔诀 对付太阴神教那帮人 但是现在想想 恐怕系统从一开始 想让他对付的 就是大前王朝的天魔 陆臣的大脑 还是比较灵活的 他从轩辕云起那里 获得驱魔藩后 就基本上猜到了 大前王朝有脏东西 加上最近锦衣卫提供的情报 他心里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猜测 现在得到了系统肯定的答复 陆臣心里反而放心了很多 既然系统都说了 驱魔藩能够对付 大前王朝的天魔 那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轮回是有什么用 想到这里 陆臣打开系统背包 找到了轮回石 轮回石 一块特殊的神石 用图暂时未知 看到这个介绍 陆臣就有些生气 系统一般都会讲清楚 奖励的用法 唯独这块破石头 什么介绍都没有 陆臣直接问系统 系统 这轮回石到底有什么用 陆臣其实占有李清柔那晚 就问过系统轮回石的作用 但是系统没有任何回答 面对陆臣的问题 这次系统也是一张的回答 轮回石资料未解锁 请宿主努力提升境界 等待轮回石资料解锁 剑又是上次的回答 陆臣内心有些气愤 算了 问了也是白问 不问了 随后陆臣关闭了系统界面 反正楚雨晴和五云碗 都已经怀孕了 等他们两个人 肚子里面的孩子生下来 他又能够得到丰富的奖励 想到这里 陆臣继续处理桌上的公文 夜深人静时 陆臣起身 伸了伸懒腰 便朝着五云碗宁宫走去 当陆臣来到五云碗的寝宫时 李轻柔和五云碗 都已经换好了衣服 李轻柔身穿金丝红袍 身上是盛装 头上扎着金光闪闪的头饰和发簪 整个人看起来端庄大气 感受着李轻柔这高贵端庄的气质 陆臣内心顿时变得火热 他一个移形幻影 直接来到了李轻柔和五云碗的身后 搂着两个美妇的绵软的腰肢 两位爱妃 这是特意打扮得这么漂亮 等待我的宠幸吗 听到陆臣这不要脸的话 李轻柔冷冷地说道 陛下还真是脸皮厚 明明是陆臣让丫鬟将他们打扮成这个样子 现在说的 好像他们特意打扮漂亮 等着陆臣来倒他们一样 李轻柔也知道 只要陆臣这个好色之徒来了这里 自己今晚就必然要遭受一番折磨 他现在也懒得反抗了 不过在自己被折磨之前 他还是打算告诉陆臣一件事 陛下打算轻征大钱 李轻柔问道 听到李轻柔的问题 陆臣笑着说道 柔柔的消息就是灵通 今天才决定的事情 现在就知道了 李轻柔懒得理会陆臣这话 下午报纸都已经传满大街小巷了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件事 李轻柔随即说道 你前不久才决定解散大夏境内的所有宗门 你现在这个时候不坐镇雁城 跑去攻打大钱 你就不怕回来的时候 雁城已经被那些宗门势力给占领了 陆臣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 哦 听你这话的意思 你是说到什么风声 李轻柔淡淡地说道 有人邀请本宫和他们一起联手 等你离开雁城后 就控制雁城 李轻柔是大月女皇 在那些宗门势力看来 李轻柔内心肯定非常不甘心大月被灭国 也不甘心成为陆臣的禁卵 只要有机会 李轻柔一定会造反 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宗门势力 要邀请李轻柔的原因 那些人显然没有想到 李轻柔如今已经归心 虽然李轻柔对陆臣还是有些抗拒 但是如今 五云婉怀了陆臣的孩子 并且 五云婉成为天人的条件和陆臣息息相关 李轻柔自然也会站在陆臣这一边 听到李轻柔如实交代了这件事 陆臣随即用力 搂紧李轻柔的腰 让李轻柔的腿和自己的身体贴得更近 没有想到 你居然会告诉我这件事 看来我的柔柔已经爱上我了 感受到陆臣的炽热后 李轻柔立刻冷漠地说道 本宫之所以告诉你这件事 是看在云婉的面子上 你少自作多情 说到这里 李轻柔扭动了一下腰肢 尝试着摆脱陆臣 不过陆臣的大手非常地用力 李轻柔没有办法正脱开 见无法摆脱陆臣的控制 李轻柔也就没有继续挣扎 任由陆臣搂住自己 李轻柔继续问道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那些宗门势力的实力可不弱 他们之中很可能存在有天人 若是你离开了燕城 等你回来的时候 恐怕燕城已经落到了他们手中 听到李轻柔这话 陆臣嘴角微微上扬 李轻柔是后面 踩入了陆臣的后宫 所以他现在还不了解燕城的那个阵法 他倒是听说过燕城有一个阵法 不过他并不认为 那个阵法能够抵挡这么多宗门势力的围攻 虽然在陆臣灭大午和大悦的时候 并没有宗门势力的天人插手 但是并不意味着 这个世界的宗门就没有天人存在 天人为了突破大线 大多都在必死关 如果没有遇到特殊的情况 他们是不会出来的 如果陆臣要解散那些天人的宗门势力 解散他们过去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势力 那些隐藏的天人必然会出来 谁也说不准 这个世界隐藏了多少快到大线之日的老家伙 万一那些天人都聚集到了燕城 等陆臣这个能够消灭天人的存在一种 那些天人必然会联手攻占燕城 将陆臣的妻妾孩子全部囚禁起来威胁陆臣 李轻柔不相信陆臣不可能不知道这些 他实在想不通 到底是什么给了陆臣胆子 在这种时候还敢离开燕城 这家伙是真的一点都不为了自己的妻妾孩子考虑吗 李轻柔自然不担心自己的安危 他是天人 并且还是一个领悟了建议的天人 他要带走五云晚 保护五云晚轻轻松松 他担心的还是陆臣的妻妾子女 被抓起来后会威胁到陆臣 万一陆臣这家伙露出了破绽 被那些宗门势力给联手除掉了 五云晚的天人之路岂不是就断了 更何况五云晚的肚子还有一个娃 他也不想自己好姐妹的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爹 听到李轻柔提醒后 陆臣笑着说道 没想到柔柔你这么关心我 看来你也是刀子嘴斗俯心吗 李轻柔冷冷地说道 本宫说了 本宫是看在云晚的面子上 本宫可不想看到你出了什么事 云晚的天人之路因为你而断了 陆臣说道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就当你是为了云晚 说到这里 陆臣问道 你说的这件事 我早就知道了 听到陆臣这话 李轻柔和五云晚同时愣了一下 两女柳眉微皱 他们似乎看出了陆臣的心理想法 李轻柔随即说道 你是故意的 你有意放出要离开燕城的消息 吸引那些宗门势力的强者出现 然后你再出现 将那些宗门势力的强者一网打尽 听到李轻柔的分析 陆臣哼哼笑了笑 这倒不是故意的 我确实要南下讨伐大钱 大钱要灭 那些宗门势力也要搅 李轻柔冷笑了一声说道 你顶多只能够调动四个天人 而且 他们还要随你南下讨伐大钱 你不可能不派其他天人跟你一起去 在李轻柔看来 陆臣能够调动的天人只有四个 这四个天人大概率要随着陆臣南下 就算留了一两个下来 万一那些宗门势力的天人强者很多 一两个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李轻柔话音刚落 陆臣就抬手撑着李轻柔的下巴 然后注视着他的双眼说道 谁和你说的 我只能够调动四个天人 你不是天人吗 不仅是你 我在玄月宫还有一个师尊 有你们在 我自然放心 而且 我也没有打算 带太多的天人南下 听到陆臣的话 李轻柔大脑一正 他倒是忘了 玄月宫还有一个天人 玄月宫早就站在陆臣这边了 若是陆臣遇到什么事 玄月宫肯定也会出手 不过话说回来 玄月宫站在陆臣 帮助陆臣理所当然 自己凭什么要帮助陆臣 想到这里 玄月宫冷冰冰地说道 本宫又不是你的什么人 本宫凭什么帮你 你莫非以为 一个被你强行霸占了身子的女人 还会在你有困难的时候 出手帮你 可笑 你把本宫当成是什么人了 李轻柔心里想到 自己的清白 被这个男人强行占了 还被他经常欺辱 自己要是还站出来帮助他 岂不是犯贱 听到李轻柔这番话 陆臣只是微微一笑 你刚才不还说 你怕我出了事 断了云婉的天人之路 帮我 就是在帮云婉 也是在帮你自己 见陆臣居然又把五云婉搬出来 李轻柔顿时眉头紧锁 看到他这副表情 陆臣说道 皱什么眉 李轻柔没有理会陆臣的话 他看着一旁的五云婉 五云婉全程没有说话 他心里很清楚 自己好姐妹 是一定会出手帮助陆臣的 只要是成为了陆臣的女人 就不可能对陆臣的事情 无动于衷 这就是这个男人 最可怕的能力 这时候 五云婉似乎也明白了 李轻柔在等什么 于是他主动开口 对李轻柔说道 轻柔 若是可以的话 我喜欢你能够帮帮陛下 你帮他 就是在帮我 五云婉开口了 李轻柔这才对陆臣说道 看在云婉的面子上 本宫可以帮你这一次 不过也就这一次 听到这话 陆臣笑了笑 他自然看出来 五云婉开口 这是给了李轻柔一个台阶下 陆臣随后又搂住李轻柔的柳腰 那就麻烦我的爱妃了 说到这里 陆臣揽住两女风鱼的身子 然后朝着软榻走去 李轻柔只是冷着脸 并没有多说什么 等三人来到软榻上后 陆臣便将李轻柔推倒在软榻上 然后将他压在身下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爪子放在了他凤袍的腰带上 看着李轻柔那张冷若冰霜的脸颊 陆臣正打算低头亲吻 结果李轻柔抬手 直接挡住了陆臣的嘴巴 本宫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听到这话 陆臣也没有着急继续下去 而是好奇地问道 什么事 李轻柔说道 慕容雪儿也住在隔壁对吧 陆臣说道 是的 李轻柔继续说道 她原本就是本宫的丫鬟 本宫既然已经是你的女人 那她自然也应该在一旁伺候你 听到这话 陆臣愣了一下 她瞬间就明白了李轻柔的意思 李轻柔这是想要拉人下水呀 陆臣笑着说道 我明白了 说到这里 陆臣又对屋内负责伺候作息的丫鬟说道 去把慕容贵妃叫来 是 陛下 丫鬟很快就来到了隔壁 此时的慕容雪儿 正在自己的卧房里面写字 陆臣在隔壁的事情 她自然是知道的 每次陆臣去隔壁 她就会睡不好觉 浑身无比的躁动 今天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 于是她便练起了自来 想要让自己冷静下来 尽量做到心如止水 不受隔壁那些狗男女影响 就在慕容雪儿 提笔刚写了几个字 丫鬟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贵妃娘娘 陛下让您去 五贵妃娘娘的房间事情 听到丫鬟这话 慕容雪儿顿时愣住了 玉璧的也悬在了半空中 隔壁有些什么人 她心里同样清楚 已经有两个女人了 还让自己过去试寝 很快 慕容雪儿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 肯定是李清柔出的主意 李清柔身为月曾经的月皇 她的顶头上死 肯定是觉得自己 每次都在隔壁偷听 感觉丢了脸面 所以想把她给抓过去陪陆尘 慕容雪儿如今依旧 还很害怕李清柔 毕竟慕容家灭了之后 她是在皇宫长大的 并且和李清柔相处的时间非常多 她的很多东西 都是李清柔教的 她对李清柔的心理恐惧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消除的 哪怕她们现在都是陆尘的女人 慕容雪儿 还是不敢以仗这个身份 对李清柔有什么不敬 回过神来后 慕容雪儿微微叹了口气 然后将手上的毛笔 放在了笔咽上 随即朝着门口走去 我这就来 很快 慕容雪儿就来到了隔壁房间 刚进入房间 慕容雪儿就发现 陆尘正在收拾李清柔 而李清柔似乎察觉到了 慕容雪儿已经进入房间 她突然扭头 看着门口的慕容雪儿 此时李清柔一脸媚态的脸上 多了几分冷漠 过来 听到李清柔的命令 慕容雪儿的身体 下意识地动了起来 很快就来到了软榻边上 脱 李清柔再次用命令的口吻 让慕容雪儿 把衣服全部脱掉 慕容雪儿只好照做 片刻之后 李清柔猛然发现 她当初留在慕容雪儿身上的咒印 现在居然都还存在 等等 那个咒印 好像不是真的咒印 慕容雪儿在验诚任职的时候 回过大院 而李清柔也检查过一次 慕容雪儿身上的咒印 当初她检查慕容雪儿的时候 没有仔细检查 而且 她那时还不是天人 所以没有察觉到 咒印只是画出来的 不过她如今已经是天人 只是扫一眼 便察觉到 这咒印已经没有任何效果 只不过是一个图案而已 就在这时候 李清柔推了推陆成的胸膛 随即说道 先让她伺候你 陆成淡淡一笑 这女人还真是强势 看把慕容雪儿吓得 慕容雪儿的郊区 都在微微颤抖 陆成随即缓缓起身 对软踏旁边的慕容雪儿微笑说道 雪儿 别怕 过来吧 有我在 她不敢对你做什么 听到陆成的话后 慕容雪儿的胆子 这才变大了 她随后来到陆成的旁边 缓缓躺下 陆成随即翻身 稳住了慕容雪儿的红唇 不一会儿 李清柔就明白了 为什么当初陆成说 慕容雪儿身上的皱纹 反而成全了她 这皱纹也不能够说完全没用 确实是有一些作用的 即便皱纹原本的效果已经没有了 但是还能够发挥一些实际的作用 第二天清晨 陆成醒来的时候 李清柔和五云碗 睡在她的两侧 而慕容雪儿 则趴在她的胸膛上 陆成嘴角微微上扬 她真是越来越堕落了 也难怪皇帝都喜欢权力 这种感觉 真是太好了 就在这时 门口响起了白青青的声音 陛下 梁指挥使求见 是那件事 当白青青的声音响起的时候 少女也睁开了双眼 慕容雪儿连忙将御手撑在软榻上 想要起身 不过她刚一动身 就感觉到异常 顿时整个人再次软弱无力地 趴在了陆成的怀中 陆成抬起手 抚摸了一下慕容雪儿的预备 笑着说道 你这么着急做什么 我都没有动身 说到这里 陆成又对门口的白青青说道 让她在御书房等我 我洗个澡就来 在五云碗三女的伺候下 陆成洗完了澡 她早饭都还没有吃 就直接前往了御书房 梁纵已经在御书房的门口 毕恭毕敬地等待着陆成的到来 看到陆成来后 她连忙行礼 拜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陆成淡淡地说了一句免礼 然后就直接朝着御书房里面走去 梁纵也连忙跟着进去 陆成进入御书房后 坐在书桌前 看着梁纵问道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梁纵拿出一个名单 然后递到了陆成的面前 还差几个 陆成看了一眼梁纵递上来的名单 沉思了片刻 随即问道 他们怎么没有答应 梁纵回答道 可能是心里有所顾忌 有人觉得 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间 听到这话 陆成说道 哦 谁觉得现在不是好时间 梁纵回答道 午后 陆成说道 看来这个午后 还是有点脑筋的 说到这里 陆成陷入了沉思 考虑到五云晚的感情 陆成并没有打算 将五家人全部解决了 就算五云晚和五家人 没有什么感情 但是他们 毕竟有血脉关系 对于五云晚来说 也是一个精神的寄托 自己要是做得太狠的话 对五云晚来说 绝对是一个打击 陆成这时候说道 继续诱导五鹤 看能不能够劝他 也加入那些宗门势力 若是他实在不愿意 你就算了 不过也不能够完全放下他 多派一些人 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或许他和某些宗门势力 已经取得了联系 梁纵拱手行李说道 是 陛下 陆成再次扫了一眼梁纵 梁纵回答道 除了几个李贵妃的叔叔 基本上都没有动静 他们似乎对现在的生活 非常满意 这 陆成心里想了想 也是 当初李清柔成为月皇之后 就打压自己的直系亲属 他的那些兄弟姐妹 没有一个有好日子过 如今大月灭了 李清柔成了下皇的禁篮 李清柔的那些兄弟姐妹 别提有多高兴 而且现在的生活 相比较于他们 在大月确实要好了很多 过去 他们也是被囚禁 现在也是被囚禁 但是现在 他们最起码还能够在燕城那活动 陆成心里想了想 若是这些家伙没有野心 一直这么混吃等死下去 那也确实没有必要除掉他们 还是将大午的那些皇室成员 给解决了比较好 想到这里 陆成继续说道 只要大月的那些皇室成员 没有动静 就不用理会他们 梁纵再次拱手行礼 是 陛下 陆成随后说道 好了 没什么事就下去吧 属下告退 话音落下 梁纵便转身离开了 梁纵走后 陆成一个人再次陷入了沉思 他的计划非常简单 先以解散太初圣殿 和洛阳建宗为开端 然后用各大王朝的余孽 作为借口 做出一副 要解散天下宗门的样子 这么一来 那些宗门自然就坐不住了 那些宗门 为了自身的存在 肯定会选择大下对立 一旦这些宗门有所动作 大午和大月的那些皇室余孽 必然也会有想法 如此一来 陆成便能够同时解决掉两个麻烦 这也可以说是一剑双雕 锦衣卫这几天 一直在想办法 诱导大午王朝的皇室成员 和那些宗门势力联手 一旦到时候 大午王朝的皇室成员造反 那陆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解决掉他们 陆成一开始 已经给了他们机会 他已经体现了 他身为君王包容的一面 那些大午皇室成员 如今已经是陆成的臣民 若是他们还造反 那陆成就可以展现 君王威严的一面了 到时候 即便是陆成杀了那些 大午皇室成员 这么做有点钓鱼执法的感觉 陆成沉思了一会儿后 回过神来 开始了今天一天的工作 陆成这一座 基本上就是一天的时间 他吃饭都是御书房吃的 连一个厕所都没有去上 他如今已经是伟天人境界 一天不吃不喝不拉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傍晚时分 陆成从椅子上起来 伸了伸懒腰 这时候 白青青进入御书房 陛下 今晚哪位贵妃侍请 属下让人安排 陆成通常要去那个妻妾那里 都会提前说一声 让人准备晚饭 也给那些妻妾 一些准备的时间 好让他们打扮得漂亮一些 这样 陆成晚上才更有动力 陆成说道 不用准备了 我现在已经没什么事 直接去玲珑那里吧 白青青说道 是 随后陆成直接前往了 薛玲珑住的玲珑宫 此时的薛玲珑 半躺在软榻上 身上穿着半透明的黑色青纱 抬起头 露出白皙修长的脖梗 千千玉指拿着葡萄 往自己的嘴里送 整个人看起来无比的妩媚 妖娆 就在这时候 外面传来了一个丫鬟的声音 陛下道 听到这话 薛玲珑愣了一下 连忙将手上的葡萄 给塞进嘴里 迅速咀嚼了几下吞下 然后起身 准备迎接陆成 薛玲珑现在是越来越害怕陆成了 他倒不是害怕陆成会杀他 他只是害怕陆成的花样越来越多 前段时间 他问过王清慈 陆成一般不会 和自己的妻妾们玩花活 基本上只有他们两个 才会被陆成特殊对待 还有一个慕容雪儿 慕容雪儿 属于比较文雅的那种 而在他们两个这里 陆成就显得非常的爆炸 陆成每次只要来玲珑宫 第二天 薛玲珑都起不来 薛玲珑刚起身 陆成就进入了薛玲珑的寝宫 薛玲珑连忙行李说道 臣妾 拜见陛下 陆成微微一笑 随后说道 玲珑你倒是越来越守规矩了 我反而还有些不习惯了 花音落下 陆成一个疑形幻影 直接来到了薛玲珑的面前 然后扶着她的玉壁 一手直接揽住她的腰肢 爪子放在她的腿上面 薛玲珑身穿黑色的青纱 青纱紧紧贴着身子 如此一来 摸起来 手感十分顺滑 非常的舒服 薛玲珑这时候说道 陛下 您饿了吧 臣妾这就让人安排晚饭 说到这里 薛玲珑就对门口的丫鬟说道 小秦 快去告诉御膳房 陛下在玲珑宫 让他们准备晚饭 薛玲珑话音刚落 有一件事和你商量 听到陛晨这话 薛玲珑有些困惑 有事和自己商量 如今 他和太阴神教 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而且 他所知道的 关于太阴神教的事情 都已经告诉了陛晨 现在的他 对于陛晨来说 唯一的价值 可能就是当一个玩物 陛晨这个时候 找自己能有什么事情商量 薛玲珑说道 陛下有什么事 就直接和奴家说吧 陛晨并没有直接回答 只见他双臂穿过薛玲珑的腋下 然后双臂都搂住了他的柳腰 随后推着他的身子 来到了软榻上 将薛玲珑放倒在软榻后 陛晨一边抚摸着薛玲珑身上的黑沙衣裙 一边在他耳边说道 不着急 我现在有些饿了 先把晚饭吃了再说 听到这话 薛玲珑无语地看了陛晨一眼 他还以为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现在看来 恐怕也不是什么正经事 薛玲珑也没有多说什么 任由陛晨动手动脚 过了不知道多久 薛玲珑躺在软榻上 注视着陛晨眼睛里面秋水朦胧 脸色红润 陛晨此时才开口说道 过几天 阴阳镜借我用一下 听到这话 薛玲珑稍微清醒了一些 他心里喝笑了一声 难怪这家伙这个时候才说是 原来是为了阴阳镜 薛玲珑有气无力地说道 奴家整个人都是陛下的 奴家的东西自然也是陛下的 陛下想要什么 就拿去便是 阴阳镜原本是太阴神教的灵气 可以改变人的容貌 并且还能够隐藏人的气息 连天人都难以察觉 当初薛玲珑就使用过阴阳镜 隐藏自己的修为 可惜在陛晨面前 阴阳镜再厉害也没有任何用处 陛晨还是一眼 就看出了他的真实身份 听到薛玲珑的回答后 陛晨笑着说道 还是我的玲珑董事 那我今天就好好奖励奖励你 陛晨话音落下 就开始上强度 薛玲珑一压一声后 白了陛晨一眼 这家伙真是恩将仇报 自己都将阴阳镜借给他了 还对自己动粗 随着陛晨给了薛玲珑足够多的奖励后 外面天也快亮了 这时的薛玲珑 整个人软瘫在陛晨的胸膛上 陛晨这时候开口问道 在皇宫里面 待着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吗 薛玲珑小声地回答道 没有 薛玲珑早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他现在每天都去王清祠那里 和王清祠一起聊天 然后看看王清祠是怎么管理听语楼 又是怎么带孩子的 这时候薛玲珑问道 陛下有找到太阴神教那些人吗 陆晨回答道 没有 他们都躲了起来 不过他们藏不了太久 陆晨心里想到 一旦他灭了大前 统一了这个世界 他的境界就能够再次提升了 等他的境界突破到一定程度 并且获得了足够多的系统奖励 他必然可以发现 太阴神教那些人的踪迹 当然 最关键的是 他的藏魔诀可以传授给他的亲信 现在就已经有不少人在学习藏魔诀了 等那些人把藏魔诀学透了 今后遇到太阴神教的人 都能够轻松发现 那时候 太阴神教的那些邪修便无处遁形 听到陆晨的回答 薛玲珑心中无比的平静 以前他还担心 陆晨不是太阴教主的对手 随着他和陆晨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才逐渐发现 自己完全低估了这个男人 看来 陆晨真的是太阴教主所说的天命之人 一想到自己成为了天命之子的女人 薛玲珑内心就有一种奇怪的愉悦感 即便他在陆晨面前跟个竞篮 女奴差不多 陆晨虽然粗暴了一些 但是他很少会有什么不适的感觉 跟他在一起 他收获得只有快乐 他经常都在想 自己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 会不会只是梦境 这时候 薛玲珑抬起仙仙玉手 下一刻 他床头的一个箱子就自己打开 随后一个黑白配色的镜子 从箱子里面飞了出来 直接飞到了陆晨的手边 陛下 阴阳镜对于奴家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你拿去便是 他现在天天都在陆晨的后宫 那里还需要隐藏实力 他都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过阴阳镜了 陆晨拿起阴阳镜 举起来 看了看 随后说道 这镜子 能够修改任何人的容貌对吧 薛玲珑回答道 是的 并且天人也难看出来 陆晨说道 真是一个好东西 你把这么珍贵的东西送给我 我也不能够白拿你的东西 不如我也送你一个礼物 薛玲珑并没有拒绝陆晨 而是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陛下说的是什么礼物 陆晨微微一笑 扭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系统见面 恭喜宿主让薛玲珑怀孕 奖励爆裂符文的制作办法 怀孕奖励为鼓励性奖励 孩子安全出世 便可以获得更加丰富的奖励 看到系统提示后 陆晨脸上的笑意更浓 薛玲珑整个人趴在陆晨身上 并没有看到陆晨的笑容 他现在一点都起不来 只想趴在他身上 不过他见陆晨一时半会儿没有回答 心里愈发地好奇 陆晨所说的礼物究竟是什么礼物 过了一会儿后 陆晨这才在薛玲珑的耳边轻声说道 你猜猜看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什么礼物 这个礼物对你来说非常的珍贵 今后你一定会非常喜欢 听到陆晨这番话 薛玲珑对这礼物更加有兴趣了 不过他想了想后 还是没有想到 到底是什么礼物能够让他感觉珍贵 自从成为陆晨的女挪后 他对几乎所有东西都已经提不起兴趣 能够让他快乐的 似乎只有陆晨这个人 享受过极致的快乐之后 所有的礼物 似乎都不足以让他觉得多珍贵 就在薛玲珑这么想的时候 陆晨直接揭晓谜底 这个礼物就是孩子 此话一出 薛玲珑顿时大脑一震 孩子 薛玲珑好歹也在陆晨的后宫 住了这么久了 后宫的事情 他还是非常清楚的 陆晨这话一说出来 他就知道 这代表了什么 陆晨都说 给他准备了礼物 那就说明他 肯定已经中招了 这个家伙 居然 可恶 他可还不想给这个家伙生儿育女 等等 薛玲珑脑子似乎想到了什么一样 若是自己有了孩子 陆晨肯定就不会经常来自己这里了 那自己岂不是轻松了 想到这里 薛玲珑随即对陆晨说道 奴家多谢陛下 陆晨笑着问道 怎么样 这个礼物对你来说足够珍贵吧 薛玲珑回答道 珍贵 奴家一定好好珍惜陛下的礼物 陆晨随后拍了拍薛玲珑的预备 继续说道 好了 今天我还有事 你好好休息 花音落下 陆晨搂着薛玲珑翻个身 将薛玲珑柔软的胶躯放在了软榻上 自己跑去浴池洗澡去了 陆晨的当了皇帝后 每天的生活基本上一成不变 除了有朝会那天 白天基本在御书房处理公文 偶尔让白青青给他放松一下 到了晚上 找妻妾们培养感情 第二天又重复前一天的事情 陆晨从玲珑宫出来后 便又去了御书房处理政务 进入御书房 陆晨便打开了系统界面 查看昨晚系统给的奖励 爆裂符文 低阶 用以制作符文武器 和火器结合后 威力翻倍 看到爆裂符文的介绍 陆晨瞬间想到了什么 立刻从系统空间里面 拿出了是神枪 是神枪的枪身上面 就有不少的符文 是神枪能够有这么大的威力 和这些符文离不开关系 一旦火器上面加了符文 那火器的威力 不知道得提升多少倍 或许可以用来对付大宗师和天然了吧 这 陆晨眉头一皱 陆晨并没有因为这个奖励就感到高兴 他突然想到 系统奖励 往往会奖励 最近可能要用到的东西 系统奖励这么厉害的东西 这意味着 这个世界会有大规模的入侵者了 所以 这个世界才需要发展符文武器 看来云新鲜的预言是对的 迷雾世界的禁止 要不了多久就会消失 他们得提前做好准备了 这时候 陆晨对门口的白青青说道 小白 让人把墨星叫来 我有事情找他 是 陛下 陆晨打算赶紧让人学习刻画爆裂符文 然后制造新的武器 只有这样 才能够应对迷雾世界那些敌人的入侵 这时候 陆晨又对门口的女性侍卫说道 找锦衣卫准备一些普通的火枪 是 陛下 没多久 墨星就出现在御书房 微臣参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见墨星来了后 陆晨直接从椅子上起身 然后对墨星说道 正准备研究新式武器 所以 接下来有一个任务交给你 听到这话 墨星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后 墨星再次心里说道 微臣一定不会辜负陛下的期望 陆晨朝着门口走去 一边走一边说道 随阵去练武场 皇宫有好几处练武场 陆晨来到了一处比较偏的练武场 此时 锦衣卫将准备好的火枪都抬了过来 锦衣卫们知道 陆晨要是枪 所以连靶子都已经准备好了 死把火把都有 墨星看到练武场上一大箱的火枪 心里有些不解 这不就是普通的火枪 和新式武器有什么关系吗 陆晨随即拿起一把火枪 然后按照系统传输给自己的知识 刻画爆裂符文 不过陆晨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 虽然它是按照系统传输给自己的知识 刻画的爆裂符文 但是如果把爆裂符文刻画在枪身上面 使用者会用更多的灵力 才能够激活爆裂符文 这时候 陆晨反映了过来 爆裂符文和弑神枪上面的符文不一样 弑神枪本身就是以灵力作为杀伤手段 所以需要枪身汇聚灵力 而普通火枪杀伤手段是子弹 那爆裂符文应该刻画在子弹上 想到这里 陆晨抬起手 直接隔空取来了几颗子弹 随后他开始在子弹上面刻画爆裂符文 等那几颗子弹上面都刻画好爆裂符文之后 陆晨随后将子弹装进火枪里面 对准了炼武场上的靶子 不过陆晨并没有立刻扣动火枪的扳机 他这时候 对炼武场上的锦衣卫士兵说道 多给那些靶子加一些护具 陆晨连忙行动了起来 拿来了不少的护甲将靶子给围在里面 一共围了十几层 看到这一幕 陆晨多愣住了 他心里感到非常好奇 刚才皇帝只是在火枪和子弹上面摸了一下 画了几个奇怪的符号 这样就能够给火枪增加威力了 作为一个接受了现代物理化学知识的陆晨 有些无法理解这其中的原理 过了一会儿后 锦衣卫士兵都离开了靶子的附近 此时的靶子已经被护具包成了一个球 可以说 现在即便是用大下的火炮 也不一定能够伤到里面的靶子 陆晨随后抬起手上的符纹火枪 对准靶子就是一枪 随着陆晨扣下扳机 一颗子弹迅速从火枪中飞出 就在子弹飞出之后 子弹上面的符纹散发出了蓝色的光芒 紧接着周围的灵气涌入那颗子弹 在子弹接触到护具的时候 瞬间火光四射 只是一刹那的时间 子弹就直接穿透了所有护具 并且从靶子的后面穿过 要知道 前面的护具就算了 居然连后面的护具都穿过了 这子弹的穿透力简直可怕 如同的火枪改成符纹火枪之后 威力居然比巴雷特的威力都还要恐怖 如果是使用巴雷特的话 或许也能够再伤到靶子 但是绝对没有办法直接打穿 此时那颗子弹还在朝着另一边飞去 那颗子弹的速度 似乎并没有收到靶子太大的影响 陆晨趴到时候那颗子弹 穿透了练武场的围墙 伤到了皇宫里面的其他人 于是就直接出手 将那颗子弹给拦截了下来 不过他也费了很大的劲 才让那颗子弹给停了下来 陆晨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威力还真不小 陆晨话音刚落 系统提示就在陆晨的脑海中响起 使用符纹武器之前 需要注入灵器 宿主的这一次试射 并没有发挥出符纹火枪的威力 听到系统的提示 陆晨瞬间反应过来 他就说 这符纹明明叫做爆裂符纹 怎么一点爆裂的效果都没有 原来是自己的使用方法有问题 既然如此 那自己就再测试一次 不过这一次 就没有必要用那些靶子了 直接上钢板 随即陆晨对锦衣卫士兵说道 去练钢场 准备一些五厘米后的钢板 听到这话 士兵都愣在了原地 锦衣卫士兵自然知道 五厘米后是多厚 大夏早就使用了新的长度单位 那可是五厘米后 他们现在的所有武器 哪怕是火枪 甚至于大宗师 都难以破开五厘米后的钢板 陆晨旁边的锦衣卫千户回过神来后 立马说道 是 陛下 属下这就去准备 陆晨突然想到什么 继续说道 把那些钢板送到城南的军营 正去城南的军营试射 皇宫的练武场 还是有些太小了 若是符文武器真正的威力发挥出来 说不定容易伤到人 还是去外面试射比较好 差不多中午时分 太阳当空照 烈日制考着大地 陆晨亲自来到了城南的军营 军营的士兵都好奇 皇帝今天跑来有什么事情 不过为了保密 陆晨并没有让这些士兵 看自己是射符文武器 陆晨让城南军营的所有士兵 都在军营里面待着 只让锦衣为士兵在自己的身边 茂密的丛林之中 陆晨释放出灵力 感知了一下整片森林的情况 确定没有外人存在后 他抬起了手上的符文火枪 对准了远处一块五厘米厚的钢板 陆晨一开始 是打算先从一厘米 慢慢地往上面试的 但是他想着 先前试射的时候 射穿一两厘米的钢板 或许没有太大的问题 干脆直接上强度 此时的锦衣卫士兵和莫星 都紧紧地盯着陆晨手上的符文火枪 他们也很想知道 这把特殊的符文武器 能不能够射穿五厘米厚的钢板 陆晨并没有立刻扣动扳机 他感觉符文武器的威力 应该要比自己想象中更加厉害 随即他扭头对锦衣卫士兵们说道 再后退一百米 花音落下 陆晨一个疑形幻影 直接带头后退了一百米 见陆晨都后退了 那些锦衣卫士兵也连忙跟着后退 陆晨感觉距离差不多后 便朝着火枪输入灵力 下一刻 火枪上面的爆裂符文 散发出了蓝色的光芒 紧接着 陆晨直接扣动了扳机 当他扣动扳机的一瞬间 一股巨大的后座力传来 陆晨如今已经是伪天人了 甚至还不是一般的伪天人 能够让他这种境界的人 都感受到后座力 可想而知 这火枪的威力有多大 吸收周围微弱的灵气 一瞬间 子弹就和远处那块五厘米厚的钢板相撞 当子弹和钢板相撞的一瞬间 爆裂符文的特性发挥了出来 子弹猛然爆炸 一团蓝光炸裂开来 蓝光的范围并不是很大 但是那块钢板却瞬间被炸得粉碎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那可是五厘米厚的钢板呀 居然就这么碎了 这符文武器的威力也太大了吧 陆晨回过神来后 立刻对锦衣卫士兵说道 再加一块钢板 两块钢板重叠 听到陆晨的命令 锦衣卫士兵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神来 他们连忙行动起来 在远处又放置了两块五厘米厚的钢板 等士兵退回来后 陆晨就准备扣动扳机 结果他这时候才发现 枪身上面已经出现了裂纹 这 陆晨立刻就明白了 这是怎么回事 输入零力后 对枪身的压力太大了 制造这枪的材料强度不够 要大规模制造符文武器 就必须要强度更大的材料 但是目前 他们所使用的钢材 已经是强度最大的了 再想要寻找其他材料 恐怕就要等到科技水平的提升了 见陆晨迟迟没有扣动扳机 陌晨的目光看向了陆晨 陆晨这时候想到了什么 随后问道 我们一开始制造的那些火枪 因为材料问题 是不是都加厚了枪身 一开始制造火枪的时候 钢材的强度还不够 所以那些工匠就加厚枪身 也把枪里面零件加厚 一把枪的重量 都快超过小型迫击炮的重量了 后面随着钢材的强度越来越高 炼制的钢材越来越稳定 枪身才开始慢慢变小 听到陆晨的问题后 陆晨立刻回答道 是的 陛下 陆晨想了一下 随后说道 回去后 按照以前的方法 造一批新的火枪 不用怕重 只要无品无者 能够带着就行 陆晨立刻领会了陆晨的意思 是 陛下 陆晨随后另外拿起一把火枪 然后刻画了爆裂符文 随后装上子弹 灌输凌厉 对着远处两块重叠的钢板 扣动扳机 钢 随着一声巨大的枪声响起 下一刻 一团爆炸声也在钢板那里传来 咚 爆炸声有些沉闷 不同于炮弹的爆炸声 爆炸的蓝光过后 前面的钢板被炸碎了 后面的钢板也被炸得凹了进去 陆晨心里想到 看来威力还是有限 他还以为第二块钢板都能够炸穿呢 就在陆晨这么想的时候 系统提示音响起 爆裂符文的威力大小 不仅和灌输的灵力相关 也和火器的火药多少有关 爆裂符文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 听到系统提示 陆晨心里一愣 和火药的多少有关 那岂不是这爆裂符文 用来刻画在火炮上面 威力还会更大 想到这里 陆晨跃跃欲试 但是考虑到 最近大下境内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 如果出来了威力这么巨大的武器 很可能会对自己造成影响 所以他决定 等灭了大前后 回来再给火炮加爆裂符文 这时候 陆晨又低头看了一眼手上的火枪 和刚才那把火枪一样 只是按照正确的方法使用了一次 枪身上面就已经出现了裂痕 材料强度不够 果然得加厚枪身才行 看来以后的符文武器 都只能够高阶舞者使用 普通人没办法使用符文武器 想想也是 要发挥符文武器真正的杀伤力 就得灌输灵力 而能够感知真气外放的最差 也是半步宗师 符文武器 还真不是普通士兵能够使用的 所以就算重一点也没有关系 当然 符文子弹的穿透力也很不错 普通士兵虽然没有办法 完全发挥符文武器的威力 但符文子弹和符文炮弹的威力 同样不小 这时候 陆晨又换了一把火枪 再次对锦衣卫说道 再换一块钢板 听到这话 锦衣卫士兵连忙更换钢板 而陆晨也趁着这个时间 将符文子弹 装入了一把普通的火枪里面 等士兵们换好钢板后 一声枪响 远处钢板瞬间迸发出无数火星 这一次 子弹也射穿了钢板 但是子弹触碰到钢板之后 居然直接就融了 所以 只是在钢板上面 留下了一个小洞 不灌输灵力 符文武器的效果 确实是会大打折扣 要知道 刚才他只是稍微灌输了一点灵力 钢板就被直接炸碎了 随后 陆晨又测试了一下 灌输灵力多少 对符文武器威力的影响 经过他的检测 在灵力充足的情况下 符文火枪 完全能够炸碎十厘米后的钢板 这已经堪比现代的穿甲弹了 不过也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如果再提升灵力灌输的话 火枪就很可能会炸糖 为了安全 陆晨没有办法继续提升灵力输入 这也让陆晨意识到了 制造弑神枪的材料有多厉害 弑神枪 不仅可以完全承受它的灵力输入 还可以疯狂地吸收灵力 陆晨随即便决定 派人前往封阴岛 寻找当初 其他世界来的材料 想必用来做符文武器就没有问题 陆晨从军营皇宫后 便立刻安排锦衣卫士兵前往封阴岛 想办法带回大厦以前 用来制造穿云弓和穿云剑的特殊材料 他现在对那些材料 制作的符文武器非常期待 若是那些材料 能够承受住灵力的灌输 那就相当于 他们也能够制造低级的灵器了 有了大量的符文武器 今后对抗迷雾世界的入侵 陆晨也更加有幸心险 无福 武鹤正在院子的亭子里面写着字 此时一个黑影出现在亭子之中 大皇子殿下还真是有闲情雅致 听到这个声音 武鹤并没有放下手上的笔 他一边写字一边说道 你们还没有死心 孤是不可能和你们联手的 而且孤有一点非常好奇 黑影问道 好奇什么 武鹤问道 大武的皇室成员实力都不怎么样 对你们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你们为什么会找到我们 听到武鹤这话 黑影笑了笑 随后说道 大皇子殿下 亏你还是大我的皇子 居然连这个都不明白 我们只是宗门势力 又没有打算创建一个国家 如果不是下皇帝的太景 想要解散天下所有的宗门 我们可能也不会和下皇产生冲突 对于我们来说 维持自身存在就可以了 而皇帝还是要别人去当 等我们灭了下皇之后 我们需要扶持一个新的皇帝上位 而你就是最合适的 听到黑影的这番话 武鹤冷笑了一声说道 如此说来 孤最后只不过是你们这些宗门势力的傀儡 并没有任何视权 只能够任由你们操控 黑影说道 想要得到某种东西 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如今殿下被关在这里 失去了自由 每日只能够写写字 除此之外 什么都做不了 比起在这里关着 当一个皇帝 恐怕更加适合殿下 而且 我相信 殿下也不愿意一辈子都生活在这个囚龙之中 再者 我们宗门势力 通常不会干涉世俗发生的事情 只要殿下当上皇帝后 不像下皇那样无法无天 狂妄自大 擅自对宗门势力动手 我们就不会干涉 殿下做的大多数决定 武鹤陷入了沉默 他的眉头微微皱起 说实话 他心动了 在这里关了这么久 他都快被憋疯了 曾经的他是大武的大皇子 虽然在大武的时候 他没有五云丸手上那么大的权力 但是他的日子一样 过得无比的滋润 只要不和其他皇子产生冲突 他在大武京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人一旦享受了权力 失去权力后 就会变得十分难受 武鹤也想答应身后那人 不过他心里还是有所忌惮 首先 那些宗门势力 不一定会选择他做皇帝 大武皇室还有很多人 他们能够选择他做皇帝 也同样能够选择五名 或者其他皇子做皇帝 最重要的是 那些宗门势力 也未必就是陆臣的对手 他虽然一直关在武府 但是他对外面发生的事情 还是有所了解的 每天武府的人 都能够去外面卖报纸 他就通过报纸 了解了外面 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武鹤的性格本来就多疑 他总感觉外面的局势 有些奇怪 他有一种直觉 他感觉这件事 没有那么简单 他不相信 陆臣不知道那些宗门势力的可怕 虽然陆臣已经没了两个王朝 内心可能会有一些膨胀 但是还不至于 完全不把那些宗门势力 放在眼中吧 更加让他不解的是 陆臣居然敢在这个时候亲征 在这个时候亲征 就证明 陆臣完全不怕那些宗门势力 对燕城出手 武鹤并不认为 陆臣是一个狂妄的皇帝 所以他认为 这其中肯定是有诈 若是这个时候他站了出来 很可能会落入万劫不复之地 他宁愿再多等一段时间 也不愿意这个时候冒险 他想看看那些宗门 有没有办法拿下燕城 若是那些宗门势力 成功占领了燕城 或许那时他可以稍微活动一下 要是那些宗门势力失败了 那就证明 陆臣准备了后手 这时候 武鹤身后的黑影继续问道 不知道殿下考虑的怎么样了 武鹤停下手上的笔 扭头看了一眼身后的那人 回去告诉你们宗主 姑不会忏悔这件事 见武鹤再次拒绝了 黑影说道 我明白了 若是殿下后悔了 就在你院子的那棵树上 系上红布条 到时候 我们的人会再次来找你 话音落下 那个黑影就瞬间消失了 那人走后 武鹤回过头来 看着皇宫的方向 自言自语地说道 要是夏皇真的狂妄自大 又怎么能够灭掉 大武和大悦两个王朝 即便他狂妄自大 看不起那些宗门势力 他身边还有诸葛崇光 等一众老狐狸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夏皇离开燕城后 会发生的事情 看样子 接下来有人要倒霉了 半个月后 整个燕城 进入了一种诡异的祥和中 虽然燕城平时犯罪的人就少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以来 燕城的治安变得更好了 燕城的治安官 一个个都没什么事可做 去帮老奶奶找猫 当然 这只是表象 这半个月 锦衣卫整个部门连轴转 几乎所有的锦衣卫士兵 都没有休假 有无数的情报 送入露晨的御书房 露晨的御书房里面 已经放满了几大箱的情报 露晨都有些看不过来了 几乎所有的强势宗门 都在蠢蠢欲动 并且他们的人 已经在向燕城靠近 那些宗门势力 已经下定决心 要除掉露晨 这个狂妄自大的皇帝 与此同时 吴府 五名所在的院子 五名拿着一个碗 正在荷花池旁边喂鱼 这时候 一阵风吹来 随后一个声音 在他的身后传来 殿下 我们宗主来了 听到这个声音 五名直接将整个碗 给扔到了荷花池里面 然后回头看着 刚才出现在身后的那些人 来人有六七个 其中为首的老者 背后漂浮着长剑 身穿一身灰白长袍 显然是一位天人 老者这时候主动介绍说道 老朽名叫袁天 是天武宗的宗主 听到老者的介绍 五名想了一下 努力想要回忆起 自己以前有没有听过 天武宗这个势力 想了一下后 五名实在想不起 有这个宗门 于是说道 久仰久仰 早就听闻天武宗实力强大 拥有天人作证 现在看来 果然如同传闻那般 有了袁宗主加入 本王相信 一定可以推翻报下的统治